今天為什麼大跌啊木華 我就有三個因素 第一個因素就剛剛您所講的 這個川普啊 跟拜登兩個人在 對中國大陸的一個科技戰上面 包括最近川普的所謂保護費的說法 台積電啊等等的這些說法 台灣拿了美國百分之百 金片生意的這些說法 其實這個就不是一個好事情 因為大家都知道川普 他不是一個傳統的政治人物 所以他的講話 他的出牌 他的政策都不會按照牌理出牌 也就是他不可測性很高 那現在看起來他的當選 又是好像很篤定了 對不對 不管副手 所以過去最夯的是川普交易 現在大家最擔心的叫做川普風險 川普風險 所謂的川普風險 就是不可測的風險嘛 你怎麼知道他上任了之後 是不是真的要 針對全世界科10%關稅 針對中國大陸 他已經放話60%到100% 60%到100%的關稅 然後昨天又傳出來 拜登準備對中國大陸的 這個晶片 半導體加大封鎖圈 然後已經通知了日本 跟荷蘭的這個半導體廠 你們開始要接受 更嚴格的管制 所以艾斯莫爾應聲大碟 東京威力科創 艾德萬 所以他的脖子要掐得更緊 對 那拜登為了跟川普拼 當然啊 你要是3分5就變5分 然後當年5分的時候 川普又說6分 但他6分的時候 他變7分 所以他現在已經是個 掐脖子競賽了 對 掐脖子 而且呢 他掐脖子是掐中國大陸的脖子 那這掐中國的脖子 那就等於說也把台灣的脖子 給掐住了嘛 因為台灣跟中國大陸 地緣政治的風險就疊加上去了嘛 是 所以你們有看到今天最新的 中國大陸已經宣布了 說暫停跟美國所有軍事的交流跟互動了嘛 為什麼 他說你 你要賣軍火給台灣 你這個defense要pay us 這些呢 就引發了更大的一個所謂的地緣政治風險 互相報復行動 而且現在還有一個新的問題 非常有可能拜登會被換掉 所謂換敗的聲浪越來越高了 你看到民主黨內的大佬紛紛倒戈了 而且拜登鬆口了 之前他都說要選到底 他又得了COVID-19 現在他鬆口 他說若醫生說健康出問題 我會重新考慮 阿關你記得他之前 今天再找一個下台階了 他之前講說我哪兒也不去 對不對 他說我一定要在這邊 我哪兒也不去 昨天他講說什麼 他講說除非我被火車撞上了 否則我一定會出現在年底的選票上 今天他改口了 為什麼 因為他得了COVID-19 你有沒有看到他今天最新的那個影片 拜登從車子下來 算很勉強的舉一個讚 跟大家比一個讚 但是他上空軍一號飛機的時候 大家很緊張 怕他從樓梯上面跌下來 他走路也是步履蠻山 看起來已經是老太隆中了 確實他退險的壓力非常的大 那這又加深了 川普當選的可能性了 民主黨在 又提高了川普當選的機率 那川普的風險又更大 是啊 8月15號民主黨馬上要開全國黨代表大會 所以還一個月的時間 在這一個月的時間 民主黨的候選人又是個變數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加重台股下跌的因素 沒選 對 第二個我要跟各位報告 其實股市它本來就有所謂的季節性因素 我們來看一下所謂的季節性因素 我跟各位報告 向來9月就不是美國的好月 各位看到這80年來的美國股市的走勢 9月向來不是好月 9月向來不是好月 我們做了一個平均統計 從1月到12月 整個80年來各位看到 9月1928年到1923年 整個80年來 9月就是平均是下跌的 問題是我們現在才7月 對啊 問題是馬上要進入到9月了 8月快到了 7月已經到中旬 是 對不對 7月過完之後8月就不行了 不然你看到8月就掉下去了 那9月80年來標準普羅500指數 平均報酬率是負的1.17 總之Q3一直都是股市 比較難挨的日子 你看到一年12個月哪一個月比8月9月差 Q3值都是比較難 8 9月都不好 那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今年美股非常的強 從去年10月標準普羅500指數到今年最高漲40% 今年以來它最多的時候曾經漲將近20% 各位可以看到它每個月都在上漲 只有4月下跌 請問這樣累積的一個獲利賣壓大不大 尤其遇到第三季不好 所以這就是一個我剛剛所講的季節性因素 所以除了我們剛剛講說地緣政治風險 包括這個政治變數以外 非經濟因素以外 還有這個所謂的 季節效應 股市的季節效應 那我們回過來看會跌什麼股票 那為什麼台股今天跌這麼重 我們請導播回到剛剛上一張 你會看到什麼呢 你會看到說 美股最主要跌這個七巨頭 因為七巨頭今年一路大漲 那過去五個交易日 總共市值跌掉了1.1兆美元 1.1兆美元 最新交易日不是週三嗎 美股週三不是費能幫助力指數跌了將近7%嗎 你知道這7%跌掉多少市值 5000億美元飛 所以在美股這七巨頭 就是宰州覆州的角色 漲的時候也是它 跌的時候也是因為它 漲太多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什麼 今年到底美國股市 漲的類股分類指數 漲最多的就是這個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就是這個科技股漲了30% 所以基本上其他都沒什麼漲到 傳產金融沒什麼漲到 甚至還有跌的 那你看到過去幾年來 美國大型股中型股小型股 大型股中型股小型股 是不是很不平均的上漲 所以資金最近就很明顯的 從美國科技股移到了稻窮去了 因為稻窮今年才漲各位數 就變成稻窮最強 然後美國羅素2000小型股票最強 就資金在輪動 所以說這就是現在目前的季節性因素 所造成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第二個原因 那第三個原因本身台股第三季就跟著美股走 也不好 你可以看到台股到第三季 七八九 七八九三個 八九十三個月 七月八月九月十月三個月 這三個月平均 過去我們統計 38年以來它都是下跌的 平均也是下跌的 第三季也是跌的 所以台股基本上也有第三季的魔咒 所以進入到第三季 大家常常講說放暑假 對不對 外資撤退 看起來第三季 就是大家可能要去度假的日子 那因為今年也漲很多了 那再疊加一個什麼原因呢 我覺得後面還有一個真正的大環境的問題 就是降息利多出境 第三個因素是降息利多出境 對 降息利多 為什麼 你想想看 過去這一年以來股市一直上漲 是不是好像這個 驢子前面有一個胡蘿蔔 一直在吸引你往前走 往前走 那我們說這頭 這頭驢子就是股市的多頭 前面的胡蘿蔔是什麼 就是降息嘛 那驢子一直想吃胡蘿蔔 但是吃不到 等到他吃到的那一天 就利多出境了 等到吃到那天 會發抖 準備怎樣了 對不對 後面叉叉叉 我們就不講了 所以現在就有一個所謂的降息利多出境 那美國股市S&P500指數 有一個很妙的事情 不管你降息是因為衰退式降息 還是預防式降息 哪一種降息我們不管 在降息前一個月 股市都先給你跌 這叫做震痛期 好像媽媽要生孩子 生孩子是很喜悅的事情 生baby是很喜悅的事情 但生baby很痛 很痛苦 那個痛苦指數很高 所以降息對金融市場 長線是好事 對金融市場長線的利多 但是他前面會有震痛期 跟生baby是一樣 所以你可以看到 生baby前 一個月前 股市大部分時間是下跌的 所以三個因素 我們剛剛講拜登 川普 在季節 在現在我覺得真正背後 最重大的因素 降息的 反而不是我們剛剛前面看到 那兩個表面因素 而是降息利多出境